喂,妈,我发工资了,发了两万 这回啊,妹妹的学费有着落了 等一会儿,我就给你转过去 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 哎,虎子 哎,老板 你刚才说工资发了多少 两万 两万 哦,好,我知道了 老板,你找我 江快捷 虎子的工资你发了多少 发了八千 还是你自己签的字,你忘了吗 那我怎么听他说工资发了两万 是这样的,老板 那天,大家都下班了 我开虎子一个人在那加班 喂,妈 妹妹考上大学了 那太好了 什么,学费还差两万 妈,你不用担心 就算我不吃不喝 也要把这个学费给妹妹收集 好,那我先挂了 那一万二啊,是我个人给他的 我跟他说啊 公司领导开的勤快 给他的奖金啊 我果然没看错的呀 公司啊,还有个副总的职位 我一定给你留着 老板,我也是尽一点微博之力 在一起打工啊 都不容易啊 我们就应该互相关心 互相关爱嘛 现在几点了,你跟我说 你几点上班啊 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 让我在这里给你站岗 对的啊 我,你什么你啊 不想干滚蛋 哎,严队长 哎,姜总 这什么情况啊 姜总好 姜总,他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 这么冷的天 让我在这里给他站岗 行,我知道了 没什么事啊 你去忙吧 这里交给我了 好的,姜总 好的,姜总 小赵 你今天什么情况 怎么来得这么晚 姜总 我妈行动不方便 我给她做好饭才来的 你妈 你妈怎么了 我妈早上下楼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现在腿上还打着石膏呢 啊 是这样啊 那你赶紧下班 回去照顾你妈妈吧 姜总 那这 你说这儿 这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赶紧回去照顾你妈妈吧 好的,谢谢姜总 哎,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啊姜总 我看你啊 也挺不容易的 这样吧 我这里有点钱 你拿去啊 给你妈妈买点营养品 我再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 工资给你照发 老板 这 哎呀,快拿着吧 那谢谢姜总 不用谢 赶紧去吧 喂 呀,你赶紧去吧 你赶紧去吧 有那么少不少 你赶紧去吧 声握